在铺地板的过程中呢 你地板下边的那层subfloor 有的时候它不是完全水平的 尤其是接近厕所的地方 由于受潮 它难免会有一些高低不平的 如果你没有特别好的准备 你下边那层地板 这样你在铺地板的时候 遇到那些坑洼的地方 它就会产生一个空心的区域 holo spot 你在走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它有那种咔哒咔哒的声音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 你还能感觉到 这个非常讨厌 它不但会影响你的心情 它有可能还会影响你地板的使用寿命 当然了这个问题不只有SPC有 就是其他的这种一块板一块板的地板 一样会遇到 只不过是因为 啥叫一块板一块板的地板 比如说Liminate 这样一块一块的地板 一块一块的地板 别的地板不是一块一块的 有整块整块的 都有可能会遇到 只不过是因为SPC地板它比较薄 所以这个问题会更加明显 你更容易注意到这个问题 然后很不幸 由于我在铺地板的时候 移工尽力 然后倒水泥的时候 又遇到了很多的挫折 所以地板就没有特别 找平有一些地方 就会有这种空心的地方 但是 我这有办法来修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片走廊 以及发生在它上面的事情 这里有一个厕所 这里有一个厕所 我当时就是在这倒水泥的时候 遭遇了装修滑铁炉 所以这两个厕所之间的这一段 就没有特别的找平 就会有一些空的地方 我决定今天来把它修一修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 能看到吗 能 就是不但你走上去的时候 它会有声音 甚至你甚至能看到这个地板 那起伏 今天可以复苏 现在就是要给它心肺复苏了 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划分区域 你是不是体重太轻了 你走上去之后没有啊 我没有感觉 你来帮我 笑死了 我帮你 我帮你粘行吗 第二步来是钻孔 但是钻孔有几个需要注意的 你看我这个大注射器啊 大家猜这个大注射器 它的包装上面写的 它是拿来干嘛的 这个是外国人感恩节的时候 吃火鸡用的 找一个钻头 和你这大注射器的针管差不多 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呢 我还需要在钻头上放一个stopper 就是它只要钻穿这个地板就好了 可是不要 把我下面的subfloor也钻坏 现在我们那个废气的地板就有用了 找一个地板的废料 比在这里 这样你就知道你需要钻多深了 然后我需要在这个区域钻两个孔 一个孔是往里注射东西 另外一个孔排气 要不然你注不进去 小窍门就是 在这上找那种很深的 有木纹扒的那种点钻孔 这样等一会修补起来的时候 它最不容易发现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钻一个 然后在这钻一个 这个呢是我们选的用来注射填充的东西 它的延展性很好 你注射进去了之后呢 它能钩到洞挖的地方 并且它会随着天气和你地板一起热 上冷缩 不会说把它顶个包啊 或者怎样的 这个注射的过程不会特别的轻易 因为它里边空间很狭小 然后你最好一边注射 一边那边瓦瓦瓦瓦 或者是找人帮你踩 我们要边踩边挤了 我的后勤部队在帮我挤 再经过了可能有七八管 甚至更多的注射 然后踩注射踩之后呢 原本上我希望的情况是 它这里会溢出来 就证明差不多满了 对吧 但是不幸的是它并没有溢出来 我也不知道还要再打多少管 再才能溢出来 但是呢 这里已经完全 能看到吧 不动了 既然已经修好了 我也不打算再继续了 所以我们收一收工 然后下面就是要补动 先把它清理一下 这个刚刚是钻孔的时候 锯下来的那些碎屑 如果你还留着的话 就可以用它们来补动 相近吗 还蛮相近的吧 挺相近的 这个已经塞好了 它现在要去削一点保护层 盖在这个上面 好 这个是一个打火机 我在它头上用铁丝做了一个圈套 然后现在打着火 然后它烤一烤烤这个 如果有条件的话 你也可以用那种工业 大运斗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 咱们就一切从简 然后呢 轻轻轻轻的碰它 不要把周围的底板弄坏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弄完的样子 它其实已经很平整了 很像那种木头上面的木疤一样 很自然 这个洞已经补好了 这个洞已经补好了 而且补好了 这个洞呢 我相信 如果你不趴在这儿换的话 应该也很难发现它 不过啊 虽然说这种小的底皮 都是可以修的 但是其实还是蛮辛苦的 而且你还得外外花时间嘛 并且你最后修完了 哪怕它再小 也是修过的 和以前不一样了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在铺地板之前 就好好的去prepare some floor 把它该找屏的找屏 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从源头上杜绝这个情况 没错 这个办法也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啊 实行了一下发现 还真的是非常有效 希望能帮助到你 如果有同样的情况 也不妨试一试吧 那我们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周再见 拜拜